大家好欢迎来到 微微的股市私房菜 我是微微老师张真薇 Vivian 我想今天大家都不意外了 今天台股的这个状况 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哇这个道琼又大跌了 上千点 一千零八点吧 那所以跌幅又三%之多 所以今天大家很多人 头版报纸头版 你看我今天还留着 今天早上大家都已经看到 提到所谓的台股 已经陷入了所谓的万五的保卫战 所以不难理解 今天大概台股是一早果然台指期 也就是沙森隆隆 那台股一开盘的时候 的确也是跌了四百多点左右 可是为什么我为老师 今天会跟大家讲说 有什么呢 凭什么 为什么 这里面有什么美的 来 今天来到我们这个 再来到我们的节目的平台 那除了了解一下台股大致上 会有哪些十八套的剧本之外 那最重要的是 也帮我们LINE ADD上面 帮我们QR Code扫起来 好那我为老师在那个 我们在LINE ADD里面 你一定要进来的时候 记得先跟所有新同学都讲一下 你们一定要扫个LINE ADD之后 你不是就这样扫进来就好呢 一定要这个发一张贴图 或者是写任何这个讯息 这个文字啊或加一等等 统统都可以 因为威威老师要收到你这方面的贴图 才知道你已经来了 那如果到时候各位同学们 你们想要包括外资啊内资啊 各式各样的评估报告 或者是小标股密码 对不对 那记得上面写说 那个威老师我需要 加一等等 威威老师就知道了 那所以呢麻烦一下 大家扫LINE ADD之外 那如果女朋友想要接到盘中后续 希望能够尽快 这个了解 这个我们威威老师帮大家整理的 这些重要的黑马骨 这黑马骨发动的时机 要接到盘中扣来 扣讯的话 那记得哦 0800370888 0800370888 好 赶紧我们就讲一下今天 台股的确啊 大家并不意外对不对 好 重挫352点啊 或者是一早就已经是 这个上个礼拜之前 我们在台股力挺 希望能够 有没有 希望能够挺得住 这个万七大关 对不起啊 再讲一遍 希望能够挺得住 万五大关 然后我们的季线 这个月线 哇 这一次全部 这个不仅守不住 而且直接就又灌破了月线 等于是 目前为止 所有的军线 大概都已经在 嗯 头顶上了啊 那所以在这里面 又面临所谓的KD的死亡交叉 好 那但是还好 MACD因为比较落后一定的指标 所以MACD 也是还有在零周之上 可是你不要忘记哦 你可以看得到 这黑色的柱状体已经 陆陆续在展开来 那么台积电更是哦 今天台积电 对不对 今天我们碰到一个可爱的司机大哥说 哇 他本身也是 家人啊 都一起在买股票的这个 概念 就是说 一家人啊 这个 哪些人 他买了哪些股票 他们都是互通有无的 那今天 台积电又爆料 2.65万张哦 其实量的不算小 那一跌跌了13块5 好 那其实 为什么我老师跟大家报告 其实我并不意外 好 真的不意外 道琼 在今年 其实葳葳老师 今天在三立财经台号 我们的 这个 前一新世界里面 也跟大家有报告 那也报告这张的重点 最主要是要让我们投资观众了解 有些时候你在这个时刻点 在追高杀低 有些时候你真的不仅利润很少 而且很可能 直接砍的过程当中 先伤害了自己 但并不一定 有让你未来 这个你的利润跟 这个收割 有会更好 不一定如此 我们看一下简单的就好 如果以道琼来讲 你看 在5月15号 5月15号 也是跌了3%多了 上这一次 因为那个 道琼还是三万多点 所以这个3%多 代表大概就跌了1000点 所以今年以来 这种大暴跌的情况 其实 其实也算是比比皆是 至少三次 5月15号的时候 它跌了3.12% 然后5月18号的时候 那3.578 隔天台北股市的状况呢 如果我们不看今天 今天是最后一定有结果了 那如果是在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跌幅 但是都是跌1.7%上下 跌1.7%上下 今天呢 今天跌比较深 今天我们最后公布出来的结果 今天跌2.3% 2.3%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只能说 今天跌幅 同样 倍倍都市 大概跌3%多 那今天台股 我觉得跌 是有比之前要来得多 因为今天跌2.3% 可是之前大概就是跌1.7%左右 那所以在这里面 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 以前如果是 上次在道琼呢 道琼在跌完了之后 一个月 你可以看到 跌幅有的部分稍微再 做一点减轻 但是不论怎么样 这个道琼一个月之后 他的一个跌幅大概是 负的0.25% 那如果是5月18号 这一次 那道琼在一个月之后 也就是6月18号 那当时 他的跌幅也已经比较减轻 但是也有负的3.04% 但是如果是在这里面 我们看一下 如果是台股 你看台股 在道琼的隔天 因为早上收盘 会影响当天的台股 大概都是跌幅大概1.7%上下了 那但是如果是台股在指数一个月之后 其实是有稍稍就开始已经小涨了 至少是正的1.2% 那在一个月之后台股指数一个月后 之前跌跌比较深 但是之后大概负的1.8% 其实这大概基本上就跟之前可能不会差的那么太远了 那现在大厂知道说 那么这一次我们在台股今天我们最后的整理出来是数字是跌了负的2.31% 比较跌比前面的这几个都要来得深一点 但也想知道说到时候一个月之后 道琼还有我们台股大概情况又会是如何 但是目前为止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道琼跌 这波段 道琼也率先都先回到半年线 美股其实是强于台股的 那台股的部分一直都没有办法 这个就站上季线之后又开始往下 所以台股相对的是比较疲弱 但是不论怎么样 有国安基金在了这里头之后 哇这个7月12号嘛 7月13号开始 那基本上台股基本上都有沿路在上涨 所以国安基金的这个力道 其实撑牌的力道是有的 那在这里面点火的这个个股里面 为什么我们讲18套的剧本 就是说 欧阳老师观察呀 其实不只是在 因为美股其实这波段影响 你忘了吗 这之前还有培洛西事件呢 培洛西事件那次不是也讲得沸沸扬扬 台股会跌到多少到多少 那但是在也就是8月3号4号那几天 那但是还好 最后整体看来 其实情况也没有大家想象中的 那么的严重那么的糟 那但是台股那个波段 其实也演变了几个 因为当时有文攻武嚇 特别是这个军演 在台湾海峡 你记不记得六张狗皮膏要贴在 整个台湾海峡的 整个台湾周遭 所以在那个阶段点呢 其实我发现台股 其实开始有所谓的18套剧本了 甚至从国际的 这个包括像台积电 联电 我还记得那时候 那时候佩洛西离台 隔天正要大张旗鼓的军演 然后现在当时大家就担心 哇这个会不会撑不住啊 即便是有什么国安基金在 也当时很担心 没料到那天最后是涨 而且还大涨 那那天大涨很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 也就是在美股的这个ADR 从台积电连电跟这个月光 它就已经是大涨幅度了 这个影响台股会影响比较大 当然这次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发生 但是不止在这个从ADR开始 甚至到国内 那天我记得也是百花起放 有没有 然后台积电因为他ADR就涨了 所以这个当时他台积电连电 好那天他们的表现都是相当漂亮的 包括日月光 好所以我觉得这一波段 今天跌了352点也不算小 对不对 尤其是在开盘的时候 这样包括台时期间更生 但是台国在开盘之后 跌了412 然后接下来还有点点小跌 大概跌了417上下吧 好那盘中的确也有更低的时候 419 419 将近420了 那但是中间一路攀高 那甚至在12.07分左右 12.07分左右 已经大概在更12.08分上下 跌幅已经收敛 甚至收敛到只有跌300点不到 296点 其实盘中拉了大概将近130点 其实我们只能说这互盘的力道 我们相信是有 只是它不一定是关基金 也许它透过像是投信 也许它透过关股银行等等 那但是不论怎么样 这整体的这个局势 我会觉得说 接受的还可以 那现在就是说 也许你会觉得352点还是很深 是是很深 而且跌破了所有的均线 对不对 好那所以在这里面我倒觉得说 我们就看 到时候看一个月 好这个中间 大概台股大概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表现 当然不代表说今天 在大盘杀生龙的过程当中 国安基金就要立即要护盘什么 毕竟 此但是 是要用在非常经过精算的地方 好 那所以我会觉得 国安基金啊 那些一些财政部的官员们 我相信这些大长官 他们自己本身都有评估估量过 所以看今天消化掉这些卖压之后 那么看 好到时候 明天大概也许明后天 还会再看一下 这个局势大概是如何 但我觉得今天美股也很重要 因为今天电子期盘中 也并不是顶好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还是要等到这些卖压消化 那另外一个部分会是什么 今天早上其实 我们也只能说为什么 我们台股市有18招等在那里呢 包括说今天台股市啊 像是跌停板你看没有很多 甚至有一档这个中市吧 本来一开始的时候打跌停板 最后 居然还涨了7%多 那从头到尾 到后来只有三档跌停 但是涨停的很多家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局势 这个态势不用 像我们大家想象中 那么的 这个对于台股 这么多的一些疑惑点 那还有呢 比如说今天早上 这个大家想说 既然今天有所谓的可能会陷入万五保卫战 果然一开盘他是跌 因为那里面盘中有太多 这种隔日冲的卖压 当冲客太多了 所以你看刚冲客 在今天早上台股开盘的时候呢 其实大概挂的卖单是153万多左右吧 但是你猜猜 卖单 买单 挂卖单是153万张 那买单呢 买单呢 Total 总共有431万张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数字 那几乎要算是这个 要尾卖的张数的2.8倍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其实已经等在那里了 等在那里了 只是说看这个 我们投资人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 好 所以我会觉得这些部分 真的有些时候 我们可以对我们的台股 再更加的有信心 其实很多的事情不会像 大家担心的 完全通通都是一个 没有撑啊 那跟着 因为毕竟我们有这种看不见的手 他其实能量还是蛮大 好 那所以他其实剧本还有蛮多套 我们这一两天 我们还可以陆续再看 好 那但是之前为什么要讲18套剧本 我说17套 因为威老师以前我在媒体 最喜欢每次碰到这种 特殊的情况的时候呢 那官方政府最喜欢讲说 哎 我们已经准备好18套剧本 等着这个盘式 来做随时的应变 那当然这18套里面 应该也会包含了 包含国安基金嘛 那还有他会到时候是怎么样点火 怎么进 然后甚至 是不是也有请集团股 进场 下一步论请集团股来进场护盘 好 有没有 还有自己本身的官股行库等等 这个到时候 未来我们有机会再一一帮大家拆解 好 那这个部分我们讲了比较久一点 来赶紧 我们除了这个 这里面当然他点火的这个议题题材 还要有好一些 比如说像是这个观光类股 今天三副还是比较强 三副今天收68块 那其实之前这个波段 他因为在盘中整理 那但是你看 他也有可能快 即将要达到 他可以这个 在挑战前一波段高 81块的这个程度了 那三副 这样个股真的还蛮标的 对不对 我相信 这个常在听过老师 我们在股市四房菜里面讲解的同学 你会看到 哇这个三副说实在 他又有 他本来 日本线本来就是他的专长之一 那这个波段 这个日币又拼命大幅的变质 而且现在边境的开 这个等到解封之后 第一个 这个会对我们开始互相 这个我们大预期 国人会去最多 而且最多人会来台湾观光旅游的 就是日本 所以这个2743的这个三副 他的表现也是 大家很受 很受这个整个的市场 所以我真的觉得 营收户的表现标杆轮不到他 这必须要坦白讲 但是 这个每次在这个观光 类鼓 一马当先 最具有指标性的标的 这个我觉得三副真是当之无愧 所以如果说我们再比 他6月6号那一天 他就是最高是来到了81块 那我倒觉得挑战前高 这个几率并不算完全没有 我今天68 当然距离 这个81块还有好 还有好一段距离是没有错 那他至少还有71块 这个门槛准备要过 但我觉得 如果题材来 我看真的是 这个68 71都已经非常接近 我倒觉得这真的都不是问题 好那甚至他在6月22号 也有70.5这样的一个价位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要先挑战 过70.5在6月22 但我觉得几率不低 好然后 在 他那天高 有70.5 那当然那天收盘这个就另当别论 但是我倒觉得这些部分 你看他的均线 均线其实是蛮漂亮的 他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把所有均线都踩在脚底下了 那包括像是季线等等 这些部分 你看在上个礼拜 一个这个跳空 直接一直拉到了涨停 那当然最后尾盘涨停不一定说全部 totally都 这个 对 他在65.5欧 有有有 就是布洛苏当时就给了个涨停 那今天网上的过程当中有一点点上影线 有没有 有一点上影线 所以我倒觉得这个 值日可待了 值日是不是又要等到 9月底 甚至到10月 现在预期的10月 不过 包括他们 他们自己已经把员工招回来 大概有7成左右 那么 其实包括熊市也超过两成以上 那甚至我们其实之前 威老师在 山府以及熊市 我们都各有朋友 熊市是今年年初就已经开始 陆续从全球召回他 这个 就是熊市的人 因为这段时间大概两年多左右 他们 这段时间能怎么办 这所有的那个据点 都不能飞 那所以 其实都让他们去放假去了 所以 其实在今年年初 现在 这个2月 我记得2月4号农历年吗 农历年前 就已经纷纷把他们的这个全球的 这个最重要的一些各个据点 的员工都已经陆续召回 好 那山府 山府真的是2020年 他3月才刚挂牌上市 没想到就正好当时就碰到最糟糕 对不对 碰到那个 那个 整个COVID-19大爆发 股市几乎是崩了 对不对 所以那段时间真的是蛮惨的 他从 员工大概五六百人 直接砍 还不是砍半 砍到只剩下210人 所以 那段时间是很辛苦的 那但是到了今年的时候 我开始 沿路就已经往上飙 这边图 我们并没有切全波 高点算81 但是 他在一开始 在这个2月初左右 我记得是22块 23块 沿路后来 一直往上狂飙 这个波段 哇 你看 大涨了一倍多 但后来在这个波段 涨更多 在最高时期 比如说前面 甚至一直到今天为止 到今天为止 如果以68块 收68块 68块去 比对他在今年年初的 那个价位 2月份的 都已经超过 2.95倍 将近三倍 涨幅 所以你就知道说 哇 这个三幅 真的是还蛮猛的 那如果是凤凰 凤凰 常常也是会跟着 这个三部在涨 那凤凰这些 也都是老品牌 那甚至像他们本身 也做了不少的 也就是说 这个老品牌呢 也有很多的 这个 这个也都是挺有口碑 然后员工啊 跟各方面 包括这个 就是消费者 这边也都挺有一些口碑的 那熊市也一样 那只是说 你可以看到 哇 这个老牌 这个老字号的这个旅行社 它反而 它是股价表现上 不一定能够像三幅这么的亮眼 那你可以看到 像是以七月营收 它的这个年增 你看夸张幅度够不够 也给它这个方面 除了它领头 很会 股价很会标之外 那个最主要是 山伐这个在 七月的营收 它有年增 百分之 4707% 这不是个小数字 那所以等于算是 标涨幅度高达了 居然到47倍 这是怎么样一个概念 到底情况是如何 是不是已经开始 收了不少的订单 这倒是蛮值得看 那当然熊市也蛮厉害的 熊市它的年增 也有两倍之多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些部分都是我们投资人 也蛮可以留意 因为它迟早 它一定要开放 那还有今天升级股 也是 升级股 有些人讲合一 合一几乎是 当然它最后尾巴收平盘了 那只是很多人觉得 这合一到底 是有没有在关紧币 有 有在关紧币 只是也一样 还蛮猛的 对不对 那今天算是最后 有点算是收平盘的 这个味道 所以 其实它开盘的时候 反而更 它今天最后 为什么收平盘 因为它开盘是跌的 是因为开盘是跌 但是它尾巴收盘比开盘高 所以才会变成一个红棒 但不论怎么样 它的关紧币期间 它也是充满了企图心 也是今天 一下子也涨到了292 可是说最后收盘 最后还是收在一个平盘 然后284 但是我就觉得说 基本上它跟 它的母公司中天 我觉得它们都相当有企图心 中天像这阵子 它是在讲什么呢 讲说它可能到时候 它现在的FDA也正在审另外一个 也是有关新冠 COVID-19 新冠方面的长新冠 这方面的相关的药物 当然它已经进入第二期 宣布到第二期 那么接下来情况如何 也是一种新药研发 不容易 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很多跟 投资人我们也讲过不容易了 所以在这里面我觉得都是 不论情况怎么样了 我只能说勇气可嘉也可圈可点 那勇闯这些FDA 我觉得这些部分都是 大家同学们可以多多留意的 在这里面天国一辉 目前为止还是中天合一 它们表现相对比较强势 那包括像是合一 飞抓去观景币的同时 你看它居然还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能耐 股价今天也是很有撑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说 在这里面中天合一这个部分 也是难免会吸引到市场眼光 但是这个到底情况如何 我倒觉得同学们 当然我们觉得它股价 就股价论股价 它真的很有看头 但是它的实质获利面 以及真正最后的一个 比如说中天 真正的一个解盲期 我觉得有些时候真的是 还是会蛮论定 它们的这个个股情况的 那所以今天你可以看一下 中天已经也不像前几天这么飙猛了 开始就已经收了很长长的上影线 有没有 收这个长的上影线 所以我觉得明天 这个部分我倒觉得 大家要多留意 然后它的量 因为这个合一是关键币的关系 所以它的量 合一的量只有5800多张 但它的部分 它的量就不一样了 这个也有5.4万张 这个量不算很小 所以这都是我们同学们 这个我是觉得没必要去追了 你等到它回档 这一段时间 这个有的回 真的 三不五十 各式各样的讯息就有的回 你干嘛不等到回档的时候 像今天我就觉得 威尔老师觉得今天 你好好做一些布局 其实很多股票今天是一个 相对减便宜的好时机 好 所以你只要收威尾老师 盘龙空虚 你就会知道 拿几档 我们有的有奖 有的其实我们也觉得 这是一个可以留给我们 这个威尾家族的同学们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礼物 所以我们觉得 有些部分 我们也就把它留在威尾家族里面 所以这些部分 也都是我们投资的同学 你如果想要 赖个这个讯息 告诉威尾老师说 你想要这方面的标股讯息 那我们也随时会找赚 来为各位服务 那今天车店也是蛮重要 蛮精彩的 在茂连K1 好可惜哦 它就是最后一档 大家会觉得 它怎么就差那么一点点 为什么不涨停呢 所以很多人也是觉得 它也不是这个 因为它已经逐渐的 要收复之前的钱高了 那这个波段最高 它也有344块 这个波段 我记得威尾老师 也有跟大家提过 其实它蛮可惜 那但是有点点可惜的是说 它打过这个波段的大底之后 那么接下来 这个今天又拉出一根 非常漂亮的长后 那这个外资的目标价 有的人把它从385 调高到410 那么有的人把它从415 调高到了435 好大概总继有其他 总共今天有三家 好三家外资陆续 把它调高 那有的是360 调高到380 等等不管怎么样 其实调高它的目标价 所以今天其实它的股价 很多人想说 怎么不涨停 有机会涨停的 可是很可惜没有 所以明天的那个量 大家可以再持续观望一下 但是可以看到 它大概有一万多张 那同志也是近期 吴文老师已经很多次 跟大家讲的 那同志因为 它这个也是标准的 Tesla概念股 包括像是茂林KY 所以这些部分 它过来接续来的一个发展 也是蛮值得可期的 那他们的因素获利表现 其实也都有它一定的水准 那比如说如果以茂林KY 为什么最近特别留意到它 因为它的这个 从今年累积到现在 累积上半年要将近99% 那如果是一到 这个现在的这个已经发愿了 那目前为止 哇你可以看到 它年增不开玩笑 97.97 所以这个幅度真的是很大 所以难怪 它今天也受到 包括法人追捧 而且股价也非常的有所表现 只是说很可惜 最后没有把它拉到涨停满 但是我觉得 接下来它可能还有戏 好那今天 节目也就到这里 我们只能跟各位同学讲 很多的事情你光是等待 你只会流失很多的机会 你今天如果不跟着 威尔老师 在盘中接那个勾讯 来做一些操作 你岂不是真的就错失一些 今天其实可以撑它 逢低拉回布局好时机 那你可能就金错 看它跌了400多点 你就很担心 其实很多的部分 我们要看个部 所以我是觉得说 各位同学 我们可以回去好好地思考一下 唯有行动 才能帮自己创造财富 好那我相信 电话拨通财富会很通的 0800370888 0800370888 好那有兴趣的同学 来 等你的电话 拜拜 拜拜